好 我想台灣百姓越來越角逞 速度不止快 那麼馬總統的選情恐怕岌岌可危 為什麼 大家看氣勢 因為蔡英文今天在白天的時候跟科技界挺小英 大家先來看看這個熱情 等一下我們會看他今天晚上的這個狀況 來 我們先來看美西亞 用悠揚聲樂 挺小英新竹科技業成立小英後援會 倡道關鍵字 蔡英文笑得很滿足 打造新竹科技村 蔡英文豪邁承諾也細心了解每個產品 哪一個 這裡面是誰 那裡是誰 一連造訪兩個科技業 紅話題 宇昌生計案 蔡英文也趁機再展一遍 不接受位置的記者基本是因為那天真的感冒很嚴重 那現在國民黨或者是馬總統方面說不清楚 我相信這只是他這個選舉的策略的運用 那我是覺得該說清楚的都說清楚了 那麼不要再用這種選舉的策略的運用來這個模糊這些焦點 模糊這些事實 馬總統跟他的政府所做的是 事實上對生計業的傷害是很大 宇昌恩還沒落幕 科技業紛紛跳出來聲援力挺 蔡英文 台中一位雕作家用玻璃圈圍打造高兩公尺 寬三公尺的大猛哥特地運來台中一家競選總部 當季賞物 給一出中套 給一出中套 超有趣 很可愛耶 看上小英女孩的高人氣 民進黨趁勝追擊 在新一波公車車身廣告上也找來小英女孩 號召手頭組返鄉投票 不管是賣力戰台還是搞笑演出 民進黨打出美女牌 不再顯現清卻無敵的魅力 也讓選情多了幾分可看性 好 那是今天在新竹的科技業 晚上啊 這個蔡英文在這個張學順的這個造勢場合 人也是叉叉叉 來 我們再來看看 蔡英文今天一整天行程都在新竹 而在剛剛他在新竹市的競選總部成立 而在晚會上頭 蔡英文也說 他在辯論的時候已經跟馬總統講過 站在他後面的是台灣人民 不過蔡英文也質疑馬總統好像一直都看不清楚 你要選擇一個跟人民站在一起的政黨跟候選人 還是捨得跟少數人站在一起的總統 這是一個民主國家 再清楚不過的選擇 人民選擇當然是跟人民在一起的總統候選人 誰說這麼多 總統就是看不到人民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感受人民的感受 上個禮拜的辯論 你也有聽到 總統在說 數字不是冷冰冰 數字是熱福 總統給我們好多好多數字 包括說他給了多少社會福利的津貼 但是人民不是只拿津貼 人民要的是一份工作 大家說對不對 好 蔡英文也說這一次這個蔡英文的總部收到了12萬隻的小豬 蔡英文也說這幾乎是打破了台灣選舉史上的紀錄 就是全部的小額捐款捐給單一個候選人 我是怎麼說不可以再按摩特徵組 這是拜他的蘋果肉就長了 注意看喔 說啊 那時候副邦案啊 市議員啊 民進黨立委市議員啊 在2008年總統大選的時候就到特徵組去控告了 台北市的市長馬英九等六人涉嫌土利 結果你覺得調到一般 沒有 阿扁也會被罵了 這個人到現在不上當呢 好 議員 那個時候是我告的啦 其實我大概前兩年有說到他喊 他說查了很多喔 查了很多喔 李肅德確實的確設了魔法喔 所以他那個案子他交辦地檢署去辦 從此就沒有下文 是 就這樣 就他就發案給我說他有交辦再辦了 這樣厚厚的一點 然後說他有問了哪幾個 他發文件哪幾個這個復發案的相關東西 我看到的時候我心裡很痛 那宇昌案不是幾天都辦了嗎 對不對 接下來蔡明仲案不是一千五百萬 你要嘛你也分個案你查一下嘛 一數一數你也發個文給我們 對不對 接下來衛造文書案 衛造文書是衛造公文書耶 你也分個案意思意思嘛 都沒有耶 我現在可以這樣 可以說齁 許永明去台南 做成筆錄判許永明欺騙 許永明唱什麼 叫我啊 不好意思啦 我那時候說不對啦 錯字 時間錯字啦 這樣人就死死了沒關係啦 這次蔡明磚也說時間錯字 對嘛時間錯字啊 加錯字很好用的 不知道誰發明出來的 判決書不是公文嗎 是啊 對啊 判決書是公文啊 那公文可以說錯字嗎 不行 因為我覺得他們那千五萬這代 要不要扶葬啦 因為他挑戰跟你說一個 政治獻金法通過盡情的時間 那就死無對證 你當時不需要開搜集 就要去哪裡查 我覺得余燕 特徵組在呼籠你啦 因為李肅德現在是財政部長 黃世民經兩天的新聞過 特徵組是查 有這查什麼人 總統副總統院長跟部長的參讀案 那李肅德現在是財政部長 如果特徵組也認為說 這個可能會有問題的時候 應該是特徵組繼續方案偵辦 才會待會北檢去查 這個在呼籠你啦 所以我覺得特徵組其實 有裡面的人曾經跟我講過 其實當時山中案有在查 查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突然特徵組就改組了 原來檢查官 查到一個進度檢查官 調查了 就交出來 交出來以後 現在這組特徵組 你當時要看他在查山中 查富邦余治 查國發院 不辦嘛 所以洪瑜我覺得你講得很對 不要靠特徵組了 我覺得未來創一門如果動算 第一個要偵辦的恐怕就是現在的特徵組 沒有特徵組 你也看一看 你跟他說你不是打手 為什麼你這裡不辦 你跟他要辦宇昌案 你說我就是打手 你說我就是打手 你叫我月照文書說我不是打手 你就是打手 那民進黨動算 你來處理 不處理 有的人說我這票回給你跟他回給國民都不一樣 今天今天 劉文雄說我的朋友跟我講 馬英九跟... 來,來,注意看喔 2008年我的好朋友說拿給你馬英九和你的助理有兩億耶 要不要出來告告我 我們來找人跟你對一下 馬英九 你沒那麼乾淨啦 現在大家談的都是你的清廉問題嘛 主持人張七愷就超... 這個更嚴重 這個2008年兩億 劉文雄說超過超過 他選市場有一次 他選總統還有一次 請各位看看高雄 不是有國宴對不對 舊址的國宴前四桌五桌是什麼人做 大家去查一查 上廚名是奈斯爐在現場耶 不敢美手耶 不敢說的 不敢說的 劉文雄這樣耶 說要顧來顧了 但如果鐵馬英九 還在後面那四斤打冬斥 就是奈斯爐啊 癫癫癫癫癫 不,這次你也說 你竟然公關查 明天才說了 查無此案 劉文雄 所以我才說 你那個36.7要再加兩億上去 38.7 38.7 不,他說市長一次 總統一次 對啊 還講選黨主席的時候 有沒有 選黨主席可沒有政治獻金吧 你自己拿自己家裡錢出來嗎 劉文雄 你的錢有少嗎 那你錢從哪裡來 侯毅,這個事情喔 特政主都可以看報辦案喔 還有人出來講說他可以作證喔 那特政主為什麼不辦 你說賴素如會不會告 我跟你講他不會告 為什麼 你看好了 賴素如會去告嗎 他說你告 你會不會告 絕對不會告 特政主會不會找劉文雄來問說 也不會 對 為什麼 侯毅,那劉文雄如果把那個人證拿出來怎麼辦 所以也不會告 特政主也不會查 馬英九的政治獻金 就是大家都不能查 大家都不能談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說我有給 然後馬英九都不會否認 可是他只報 政治獻金只報六億多耶 六億多耶 侯毅,兩億是違法耶 馬英九會否認 你有聽說他出來否認嗎 來,陳偉 這...大家喔 要想清楚 如果教授說馬英九給我們三百元 像中研在土地變形賺三百元 我們大家也都在噴射幾個做算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說 都集中立財團的手頂端嘛 人民的日子大都過得很辛苦 那你是特政主 你如果調了你要把它處理嗎 特政主如果說小營動作 我真的建議總統 先查特政主 我只要辦理不辦人 吃這個事好